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这节课呢不讲具体的代码啊 这节课呢给大家呢分享一些经验和心得 我们经常呢会说到啊这个编程的能力 那么怎么样啊叫做这个编程的能力呢 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啊 你在一个企业里面凭什么你就比别人强 凭什么你的薪水就比别人高 你的职位就比别人高呢 企业里啊要去啊这个加薪也好啊 或者是职位的晋升也好 那一定是你要比人家强对不对 如果说你跟人家一模一样的话 那为什么是你不是别人呢 那是说这个比大家谁懂的技术更多吗 你会八门语言人家只会五门语言 所以说呢你就比人家强吗 或者是说呢你会啊七个框架 人家只会四个框架你就比别人强吗 没有意义啊真的没有意义 所以说呢我从啊做课程到现在这几年的时间 我从来啊不看中这个你会几个框架 然后你对API熟不熟练 你的语法背的熟不熟 这些我觉得呢都不重要啊 所以说我做课程的这几年 我都是致力于编程能力和思维的培养 那如果说我们要培养自己的编程能力啊 那我们就要首先搞清楚啊什么才是编程能力呢 我们还是呢拿上节课啊这个L-icon这个组件来说啊 不要小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组件 但是它这个里面的东西呢是真的是有很大量的这个思考的 你看我们的这个L-icon组件啊 我相信呢你在这个网上的其他的框架或者里面呢都看不到啊 像这样的一种用法 但是这种用法呢确实呢又解决了实际的问题 而且呢它解决的这个问题的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啊 它的实质呢就是通过外部样式类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控制 那么啊懂外部样式类的人少吗 不少啊 凡是呢对小程序稍微有点了解的外部样式类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但是呢能把外部样式类这个非常基本的功能 拿到实际的应用里面来解决问题的人真的不多 这个不是一个知识多和寡的问题啊 外部样式类谁不知道呢 你就算不知道的话 你听我们前面的课这个外部样式类你用的还少吗 但是一个简单的东西你是否对它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呢 你对它有深入的理解之后 你是不是会尝试着啊把它用来去解决其他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呢是能力强的人和能力差的人的一个本质的区别 能力强的人他首先呢会有这种意识 我学的东西是为了去解决问题的 我学的东西呢不是为了去面试的啊 现在咱们很多同学呢是这样的一种观点啊 就是呢面向面试变成 他学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是死记硬背的 就是很多同学呢不管我理不理解啊 去大量的去了解各种框架 去背他的API去记他的API 结果呢上手能力和动手能力非常的差啊 背了一大堆的API结果啥都做不出来 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业务就不知所措了 但是呢配这些面试的一些东西啊 算法也好数据结构也好 还有一些啊像这个框架里面的一些啊 圆满方面知识啊 这个呢确实呢是对有是对面试呢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 这个我不否认 同时呢我也不是说否认啊 是需要为面试去做准备的啊我支持呢为面试去做准备 但是呢你去学习编程的这个动机和目的不能够啊 以面试为目的明白吗 你的动机不能是为了面试 你的动机一定是要为了解决问题 可以呢去为了面试去突击学习 这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的初心和动机是为了去解决问题 是为了做出好的项目和产品来 我这几年呢去管理团队的时候啊 我见过太多啊面试的时候非常的优秀 然后进来了之后啊 实际上面的动手能力非常的长 那结果是什么呢 你确实呢是进来了 进来了没有问题 但是呢你面试了这些知识啊 绝大多数面试的知识 其实你在实际工作中呢根本的是用不到的 那就造成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进来了是进来了 然后呢就是混个日子也没有办法升职 也没有办法加薪 过个一两年了之后呢 自己呢觉得没意思就走了 这种现象太多了 相反的反而是那些啊面试的时候 那些问题答的不是很好的 这样的一些同学们呢 他们在这个实际工作中的动手能力会非常的强 然后得到了这个加薪的机会呢也比较多啊 因为企业它毕竟啊最终的是要落脚到 做出实际的项目或者是产品上面来 是要落脚到解决问题上面来啊 所以说我希望呢我说了这一点呢 大家呢要好好想一想啊 可以呢拼命的去为了面试做准备 但是呢你的动机一定是要落脚在解决问题上 那很多东西呢就会问啊 如何去锻炼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呢 还是我强调的啊你的动机不能够啊放在面试上面 不能够去死机硬背 你只有有了这个正确的动机 我们才能够啊谈后面的培养和发展 那解决问题其实啊说来说一千到一万 最基本的解决方式呢就是要去做项目 而且呢要做高要求的项目好的项目 就像我给大家呢讲的这个丰秀一样 每一个细节你都要去挖掘都要去把它给解决 把它给做好 你只有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标准 你才能够啊去锻炼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果说你只是呢去做了一个demo 而没有这些细节的话 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是得不到提高的 所以说尽量去做一些好的项目 真实的项目 那很多同学说我没有好的项目 没有真实的项目怎么办呢 那我们这个课程不就是给了你一个很好的项目机会吗 那为什么我让大家提前去做这个作业的时候 没有很多同学呢去主动的去做这些作业 那只是去听呢 你如果说一直这样下去不肯动手提前做的话 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呢还是培养不起来 我相信提前去做作业认真做作业的同学 虽然说我强调做作业这种事情非常的low 但是呢你去坚持去做下去的话 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是一定能够得到提高和培养的 关键的是你要对比你的思路和我的思路的差距 好那么我们本节课就先讲解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就继续